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百看影谈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部考验人性道德顶线的电影《盲流感》影片开场 当路口的绿灯亮起时 一辆轿车刚发动车子准备开走 却又突然停了下来 尽管后面的车子狂按喇叭 发泄着不满 但是这辆轿车还是一动不动 一时间造成了交通拥挤 周围的行人走上前去 想看看这辆轿车发生了什么状况 这辆车的车主是一位日籍男子 他说自己突然什么都看不见了 这时 一位好心的男主提出可以送日籍男回家 日籍男的妻子回家后 想赶紧把丈夫送进医院眼科治疗 出门时才发现叫车不见了 那位送日籍男回家的所谓的好心男 原来是一个小偷 经过眼科医生的反复检查 也没有查出日籍男突然是名的原因 眼科医生对于这种病例也是很困惑 没想到第二天早上 眼科医生出现了和日籍男一样的症状的声明 凭借着医生的职业敏感 眼科医生意识到这种声明是会传染的 于是就联系了疾病控制中心 疾控中心将眼科医生送进一个废弃的疗养月里隔离起来 眼科医生的妻子不放心失明的丈夫就和丈夫一起来到了隔离中心 紧接着 日籍男以及和他直接或间接接触的人也被送到了这里 当然也包括那位好心男小偷 在这些人中 只有眼科医生的妻子没有失明 他便担任起了照顾大家的责任 并对他们隐瞒了自己没有失明的事实 由于这种不明原因的失明症迅速的蔓延 导致路面交通事故频发 飞机也相近出现坠毁的事故 人们都躲在家里不敢出门 城市的街道空无一人 随着失明病人一批批的被送进来 食物也越发的紧缺 这时 三病区的一个盲人老头 让他的跟班通过广播向其他的病区宣布 以后他就是隔离区的老大 想要吃饭就得给钱 隔离区的人们好不容易等政府送来的食物 却被盲人老头控管起来 他的跟班还掏出了手枪 警告大家 以后这里的食物都由他们来接管 谁敢来抢就开枪打死谁 想要食物必须拿钱来买 有人主张站起来反抗这种恶霸行为 但更多的声音则是 人家有枪 我们还是乖乖的交钱吧 眼科医生带着他们医病区的财物 到盲人老头那里买食物时 听到盲人老头在使用盲文 这时才知道 原来盲人老头是天生的盲人 并不是这次传染中的失明病人 他混进这个隔离中心 是想趁机搜刮财物大捞一笔 眼科医生这一兵区用尽所有的钱财 换来的食物却少得可怜 没两个人才能分得一份 马人老头知道钱财已经搜刮完了 再想让兵区里的人拿钱来买食物是不可能了 很快的 他又想出了更恶毒的办法 用女人换食物 各个兵区的人们瞬间炸开了锅 本以为这是男人们会站出来保护女人 可悲的是 男人们却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 甚至还希望女人们能够自愿地出去换取食物 在男人和女人争论不休的时候 大家希望眼科医生能够拿一个主意 让人寒心的是 眼科医生并没有保护妻子的意思 为了生存 他放弃了男性的尊严 任由妻子遭受别的男人的侮辱 有人为了报复 在蒙区老头的病区放了一把火 马人老头和他的跟班们丧生活海之中 眼科医生的妻子带着大家跑出了隔离中心 街上到处都是失明的人 整个城市已经面目全非了 一天早晨 日记男突然恢复了势力 相信其他被传染的人也会相继地恢复势力 这个影片告诉我们 永远别去考验原性的道德底线 贪婪终将会带来毁灭 好了 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吧